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美丝来香港踢表演赛 有落场但没有出场踢球 坊间很多人都给意见 属于最近期香港很触目的 怎样说是触目呢? 因为我们看到香港政府连续很多很精彩的纷纷节目 来踩旺的墙在香港 请很多人不停进行 这是一个重头戏 我先讲个人观点 但这个个人观点不是对的 是从另外不同的角度看的 因为香港很多高人 特别现在我们很多五岗十式的精英 包括特区政府的官员 这个是事实来的 走位射波 埋堆 跟风 分秒必争的 他们随时跳出来 一呼八应 现在 所以全部都是人 全部是社会精英多 亦都是適时务者的 亦都是適时务者的俊杰 所以我们是落后这社会 但是世界很奇怪 奸有奸书 就茅有茅书 这个是我们自小 十岁百岁学回来的 第一 第一 出现了这个 美斯不出场 跳出来 最 嫌窩去斥责 就是我们 党媒的报者 大公文会报 一定要追究责任 大公文答应了 要美斯 落场 踢足四十五分钟 不然就赔上兼 赔水 没有钱收 很奇怪 这件事先 第一 作为一个 国家的传媒报纸 但是 既然间你落实了这个观念 他应该登上 这个美国球队 来香港做表演赛 和主办方签订的合同 内容 哪一段内容 哪个条文 是违约的 新闻工作者要做 但到现在我们未看到 也未看到香港政府 官方 或者主办方 把那份合同提出来 说这个球队 是违约 带头出来 呱呱吵 你签了约 那便是合约办事 是吧 合约精神 现在香港是国际大刀会 虽然它变成了大刀会 弄了一张关公的大刀 下来 全是鸡皮狗走 这个后话 但是再看他这几天 香港政府出的声明 还有很多网台的人报道 他们没有研究过 这个主办单位好像不是那一行 不是搞这些国际体育 城市 运动的 那些专业的人搞的 理由为何呢 据我所知这些足球明星在世界上 身下非常昂贵 还有这些足球明星 好像美斯这些 朗奴那些 壁咸以前那些 一签了给球会 差不多卖了身 他一恨一恨一动 所有行为 举止 要受过球会约束 因为他出很高价 买它回去 是球会的成员 如果你破坏了形象 你的言行 或者对他个人的健康 身体 一有少少偏差损失的话 他花那个赚会费 有些成 微少亿几美金 我知道 很贵 他每年收入都一几美金 监制影响了球会很重大收入 所以来决策一个行动 出场或者不出场 下场或者不下场 我想一个很有严谋的规定 也有一张合同会写得很清楚 究竟你邀请我来个球队表演赛 是否指定球员要下场 在什麽情况下 如果球员中风 踢伤了 突然间有不可抗拒的身体健康 或者其他理由 出不了场 应该有个提文写在那裡 不会说那麽草率 我答应你 我的球员个个都落足场 踢出不少这四五分钟 应该不会签这些马档 就算我个人才可以 再加上这些国际合同 特别的对手是美国 我想香港没有什麽律师 可以看得不通 因为美国在这方面很复杂 我们都试过在美国买卖些东西 做一些小小交易 是你想不到的问题它都放下去 它是玩惯那一科 特别这麽有钱的球会 有了专业的律师团队代表 它分工 特别经过AI大数据 都算了数 既然你有没有找专业人士去看这些合同 而签了 出了事之后 有没有再重新看这份合同 对方有没有在哪个方面差异 而去嘎嘎嘈嘈 只能够得到一个后果 被人笑 接着我们那个局长 杨炳虹这条目嘴 他宣布会取消别人的赞助费 千多万赞助费 不会知道 他话口未完 主办单位 立刻出来开个记者招待会 大家看新闻也看到 我们不会申请 即是不会向你香港政府申请赞助费 即是你连扣都没扣 香港政府出声的话 要根据你 有份赞助文件的协议 有一个身份去承认 因为他一说我都不申请你赞助 变成全部私人的行为来香港做一场表演 就只有香港的主办方和球队签 才有那个交涉的身份 你特区政府没有交涉身份 很当然你政府说 现在我有人投诉 有消费者投诉 怎样怎样要回水 就消费不了这个球会 因为球会没有跟你签密同 签密同那位子 CAD CAD D 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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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